起床啦 起床啦 早睡着起 全体好 赶紧起床啦 干嘛呀 干嘛呀 吹什么吹 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 赶紧出来 出来 最开始 我是被她高大威猛的外形所吸引 我以为她是一个铁血蒸蒸的汉子 可是我没想到 跟她生活在此的这么多年 她比一个女人还要四致 不但她自己这样 连我的生活只知 个人饮食 所有她都要安排 凭什么呢 这样的日子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到一个女生如此斜死底里的独白的时候 这段爱情还有救吗 一会儿看老师怎么帮她们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和 22岁来自昆明 职业销售女嘉宾小请 23岁同样来自昆明 美甲店老板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交往多久了 两年多 喜欢她吗 你全喜欢她 现在不喜欢她 你是说她是吗 对 你呢 我喜欢 你现在真的不爱她了 不爱 我今天来这里 我就是想跟她分手的 因为她管我管得太多了 平常她喜欢养生 她不仅跟我传授 还跟我妈传授 把我妈搞得都走火入魔 我实在受不了了 所以我要跟她分手 当初不是你先追着我吗 非要死气白脸跟我在一起 你当初不是觉得我长挺帅 挺像阮晴天吗 当初两年以后 我觉得她各种都要管着我 她平常是一个特别注重保养的那种人 每天她得给我设八个闹钟 让我喝八杯水 几点开始要喝水了 几点要出去晒太阳 几点要出去运动了 她都把我都调好了 然后她不给我吃烧烤 说那个烧烤致癌 说烧烤太脏 不让我喝可乐 说可乐喝了有腐蚀性 那本来就有腐蚀性啊 好多人常年喝可乐 那牙齿都掉完了 容易斩结石 你说你吃烧烤吧 大家都知道 都有致癌物 那每天给你订八杯水 那多健康啊 她平常她喜欢看那个 每周利好食材 然后她就照着下面 那个就给我做 有一周吧 说适合吃苦瓜 然后她就真的给我做了 一礼拜的苦瓜 给我吃到吐 那本来夏天热就该吃苦瓜 清热也都多好 而且你看哪个大厨 像我这样 每天给你变着花样的做 你看哪个男生能做到 今天清炒苦瓜 明天炖苦瓜 后天凉拌苦瓜 那多好 然后周六周 不是没让你吃苦瓜吗 你没让我吃苦瓜 你给我喝苦瓜汁 那我不给你放了糖 我怕你苦吗 你觉得那个是人喝的吗 那么难吃 你要我变苦瓜脸吗 有一次吧 我就接我朋友 去那个韩国料理店 吃那个炸鸡 然后他就又发微信过来给我 叫我拍张照 发我今天晚饭吃的是什么 那我但是就特别的着急 还好那个隔壁桌 有一桌在吃那个人参鸡摊 然后我就跑去隔壁桌 说了 那个亲爱的 不好意思 能给我拍张照吗 然后跟人家解释了半天 人家才给我拍照 最后把我弄得很尴尬的 那谁让你去拍人家的人参鸡摊 那你自己不吃炸鸡不就完了吗 天天吃苦瓜 谁受得了呀 那不下周吃土豆了吗 那什么东西他都不让我吃 就连我过生日吧 我买了个蛋糕 然后我买了那个小龙虾 还有那个鸭脖鸭头 都是我最爱吃的 那他一回来 他看到我吃那些东西 立马就扔了 那我不想多给你过几个生日吗 多让你活几年 这鸭脖鸭头为什么不能吃啊 你给我们普及一下 那里面有辣椒 发的有志传 你说我过个生日 他跟我说吃这些东西 是让我缠绍 你的意思是我吃这些 东西我立马就得死 那你过个生日 你能不能吃点健康点的 每年过一次生日 你非要糟蹋自己 伤害自己的健康 你说过生日该是什么 那我给他做铲兽面了 铲兽面能插蜡烛吗 能吹吗 那不是用玉米面 给你做一个蛋糕吗 那也能吹蜡烛 也能许愿啊 那我还亲自做呢 你看谁能给自己做 你那个是帮我做一大坨 然后上面插一只 你是在自电我吗 你说我过个生日 他这种意思是诅咒我死吗 哥们你这确实有点过了 你知道吧 应该养生 应该健康 但是像你这样的 把人逼死了 他不仅那个生活 是让他们有情绪吧 就这还不够呢是吧 还不够 还有呢 我挺佩服你这一年多 你怎么过来的呀 我活得挺累的 然后他还恶心我 人家你看人家 其他女孩子吧 人家男朋友 每天早上发给他的信息 都是 亲爱的宝贝 你起船了吗 你知道我每天早上 我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吗 收到什么 他发给我 亲爱的 你起船了吗 你成变了吗 然后我开始 我就特别的郁闷 我就回给他 我立马变 立刻变 还没过五分钟 他微信又发过来给我了 说那个 亲爱的 你变了吗 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啊 时间缠了会容易得志愁 那你本来就应该这样 良好的排便习惯 定期排便 那多好啊 而且你看吧 你本来上厕所 就不应该超过五分钟 行了 这厕所的事 咱就不提了啊 他每天关注的事情 他都不在点上 有一次 我不是上班的时候 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莫名其妙就吐了 然后我吐了 就特别的难受 那我就跟他说 那个亲爱的 你下班早点过来接我吧 他没有注重 什么时候过来接我 他注重的是 我今天吐的是什么 然后让我回去闻一下 我吐的是酸的还是臭的 不是 我没让他闻 是什么 我让他闻一下 是酸的还是臭的 你干嘛 你酸的吧 你可能引起一个 肠胃功能有问题 然后臭的吧 可能是你一个吃多了 造成两种食物相冲 引起的胃部反射 我过去接他之前 我可以先带个胃药 哪不关心你啊 你自己吐的 你怎么你不自己去闻呢 你 那我吐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是酸的还是臭的 我留意一下不行 行行行 你这些知识都是跟谁学的呀 我做药的 腰肠里上班的 经常接触些医生 经常给我复及知识 所以就跟我每天说 痴穿的问题 吃东西的问题 咱说点阳光明媚的行吗 那你说都是阴霾 我跟你说 主持人 你平常那个洗脸的话 你有什么喜欢 清水 那你喜欢脸 你有毛巾擦脸吗 不擦 风干 风干 对对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像的 你真的 我跟他真的不像 姑娘 我擦 我擦 我用毛巾擦了 终于找到一个跟我正产的人 不是正产的 外擦 正产 我觉得全产的人都应该 洗完脸以后是用毛巾擦了 就他们俩是风干的是吧 不是你没必要嘛 你就洗完以后就溜达溜达物理 它不就干了吗 他给我说什么 他说那个我用毛巾擦脸 有那种小细菌 还有小灰尘 这个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因为懒 他说有什么小细菌 小灰尘 然后什么各种小疾病的那种 虫就钻到我毛孔里面 把我说的特别的恶心 我不是为刺激你吗 让你不要用毛巾擦脸 你看你毛巾包 你问一下全家人 谁死脸他不用毛巾擦 那我和擦不就不擦了吗 我是因为懒啊 别跟我占一条战线 我害怕跟你在一起 你说用毛巾 你看著名演员在 李华老师你擦脸吧 我擦脸 但是我不用毛巾 我用的是那个海绵扑 因为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就是毛巾可能会有一些那个细菌 我估计用那个海绵扑擦脸 他又要得说你了 那海绵扑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用吗 因为海绵扑 他说最好可以 你海绵扑你经常换不换 平时的时候他放在什么一个密封环境下 放在什么环境下 放在我的那个牙膏的杯子里 那不要 真的 这么着 他用哪个原因 那我还是放干吧 每次用卸妆棉直接吸干呢 吸了就扔下再用卸妆棉 很好 大家看来对洗脸这件事 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他不仅在害我吧 然后他还得在害我妈 有一次过来我们家吃饭 然后他就跟我妈聊了一个多小时 保养衍生的问题 然后后面我妈跟她都一致认为我是操汉 本来就是个操汉啊 大大咧咧得一点都不注重 你不信问阿姨吗 阿姨多喜欢我 阿姨来了吗 来了 来了 对 来来来 有请阿姨 有请阿姨 可以啊 直接弄照片录线啊 你给带来了 对啊 你往哪儿站呢 我支持他 我不支持我女儿 那你站这儿吧 我支持我女婿 没结婚的吧 就看上了是吧 对对对 他说看不上他要跟他分手 你同意吗 不同意 为啥 因为我很喜欢他 他很懂事嘛 跟我很谈的来 跟你谈 他会叫我吃一些蔬菜 也是虎瓜吗 不是 然后我睡眠不好嘛 他就教我 晚上的时候 睡前一个小时 喝一杯牛奶 可以住进睡眠嘛 有用吗 蛮好的 有用 他在家里的时候 从来不跟那些邻居说话的 自从小和到了我们家 那些邻居都跟我们一起走动 我觉得蛮好的 有什么好的 然后后面他还那个卖药 给那个老人家嘛 我哪卖药给人家了 我就见到人家 他在那说眼神之道 你不是骗老年朋友 拳着那卖假药的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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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解释一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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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时候正在说什么 长期拉肚子 吃什么药好 我就给他推荐他一款 顾本隐藏片 然后再吃了点别的 那就不叫乱药 然后他觉得我小伙子挺老实 挺靠谱 人家现在见了我都跟我打招呼 跟他俩打招呼 我阿姨连都有关了 我觉得吧 因为老人的身体是体弱多病的 然后那个他推荐的那些东西 万一吃了出什么事情 你负得起责任吗 那没出问题 万一你把人家吃了怎么样了 以后我跟我妈怎么在小区里面立足 怎么会啊 不可能的事情 大姐是希望他们俩好对吧 对 我很支持的 你们家人喜欢这姑娘吗 我妈挺喜欢不喜欢我 你妈不喜欢你 喜欢她更多 你妈来了吗 来了 这挺有意思的 来我们有请男孩养生哥的妈妈 这是怎么个战法呀 我妈身体不太好 你儿子做得不错 这么细心 我喜欢小景这个小厉害 你喜欢她 但是她现在要跟她分手 我是不赞成的 为什么 因为小景这个小厉害 平时来到我们家 跟我很谈的龙的 希望他们不能分手 他们要分手 你是把儿子打死的 你闺女腿打断 你要嫁给她呢 还是你回家跟她过 我不打她 我就是不认这个女儿了 我妈走火入魔了 我觉得所以 不是我觉得你们 你们两家好怪 这个也走火入魔了 第一次见 我妈被她洗脑了 行 你们互为洗脑洗得都不错 恭喜你们两家 养了一个胳膊肘 向外拐的孩子 两位请下去吧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能来 来 慢点 这是要交换的意思是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刚才说 女朋友每天要喝八杯水 我想问一下小何老师 如果一天当中 她少喝一杯 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 后果就掐下去 她是给我扇在闹钟 对 我给她扇在闹钟 她是查了以后 那个指点定时喝水 对哪里好 指点对哪里好 不要说是你 是我的话我也忍受不了 一个22岁的年轻孩子 她的养生保健 比我们52 62的老人都厉害 适当的应该有一点 但关键 她女朋友说的不错 她是有点走火落魔了 老师不是 我可能关系到 妈妈身体不太好 父亲身体不太好 然后可能小时候 对于这个比较注重 然后一直有点极端了 对 你也知道自己极端了 我想任何人 在你家庭当中 这么的一种生活 都是无法忍受的 一开始我是觉得 她是为了我好 关心我妈 我也觉得挺正常的 然后后面 我真的到后面 就真的有点受不了了 我理解 我妈都不 因为养生保健 她也要有个度 如果按照你这样的一种 养生保健方式 我们每个人没法活了 如果一个大男人 在家里什么都不干 天天的再去讲一些 养生的知识 怎么保养自己 怎么样对身体好 我觉得真的挺烦的 其实养生是一个 非常私人的一个习惯 就是它不是说 你可以强压给它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现在 这个养生知识 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有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 因为有些养生知识 不是可以随便讲的 现在随便翻翻手机 朋友圈网上 很多养生的帖子 但是都是谣言 这个如果跟别人讲错了 真的会出问题的 所以你女朋友 那点说的对 万一要是跟人家 大爷大妈讲不对 出现点什么问题 这个责任你是担不了的 这个男孩做法 是有一定的过分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想过自己 你跟他的沟通方式对吗 不仅我一个人这样说 我同事都这样说他 说他是养生哥 说他是养生哥 你看 有一定程度上的嘲讽吗 有吗 有 特别有 让你很没有面子对吗 特别的没有面子 当他们说养生哥的时候 你的反馈是什么 我也觉得我朋友 你也觉得是 你有没有为他说话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他正常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朋友 就不会这么说了 如果说他不正常 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刚才他说出来了 其实他父母身体不好 这才是为什么 让我们想通了 为什么才22岁 会有如此过分的在意 对方的健康 其实是过分在意 自己爱的人的健康 为什么 是有原因的 你没有理解 在外人 说你的男朋友的时候 你并没有要站出来 为自己的男朋友 说话的这个意识 反而也觉得 没面子 其实你爱他 并不如他爱你那么深 所以男孩是这样 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样 但是健康呢 就是两个层面的健康 一个是身体层面的健康 一个是心理程度的健康 让自己的心理程度 更加健康起来 同时也把对方自己的爱人 能够让他心理健康起来 能够多体会他 为什么不能接受 你所谓的那种健康的生活 如果所有的行为 都是这么健康的话 貌似会缺失很多的乐趣 而这些乐趣 带给人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更大于所谓的 那些行为上的健康 我问你 养生是为了什么 健康 健康是为了什么 长久 长久是为了什么 快乐 长久是为了快乐 快乐是为了什么 为了他 你别说 他说到重点 毕书明有一次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下面有一个记者提问说 人生有什么意义 毕书明 这个思考了半天之后 是这样说的 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 是我们身边的人 和情世的人生变了意义 所以我认为 一个人要养生 要活得长 论其根本原因 是不忍心看见自己的爱人 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依无靠 就是爱他就比他死得晚 我认为 这可能是养生的唯一目的吧 要不然我活那么长干什么 现在不是有那个照样机 一天到晚照自己 看他自己多少岁吗 然后昨天 别人也拿我照了一下 我今年38 我一照我45 然后我再用平时节目当中 板着脸的样子 再照了一下 52 然后我摘掉眼镜 拿眼镜瞪大了以后 哎 36 其实说句实在话 养生 要先养心 实色男女 人生当中最大的两大爱好 一个是吃 一个是情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 你要让他养生 养好 不是说他这个不吃 那个不吃 而是要他既快乐地吃 又能吃得健康 这才有点意思 你那叫什么养生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这个不行不吃 那个不行不吃 一个星期我就吃黄瓜 那就健康了 黄瓜 那未必健康 既然要让他快乐地吃 快乐地健康 那你就更应该 多想点法子 如何让他在适当地吃 适当地快乐的过程当中 保持健康 如果一个人活那么长 活个一百来岁 两百来岁 一点意义都没有 周边的人都死光了 就你一个人活那么长久 你有意义吗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其实 活得适当地快乐 跟自己的家人 共同健康地成长 彼此相互有依靠 我认为这才有意义 等他要是一天到晚不快乐 他走了 你活很长的时间 你认为有意义吗 所以说爱他 就让他快乐 爱他 就更可能地 在有限的时间 彼此共同快乐 健康地成长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活在当下 对不对 谢谢 还是老总统那句话 对吧 过者为灾 所有的事情 只要过了 就完了 下面把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小剑 我真的很喜欢你 很爱你 不过可能有些东西 就像几位老师说的 真的可能没有考虑到 你的感受 两个人在一起吧 我觉得 不仅我自己传授 你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 不仅能让你妈妈快乐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还有你 有些东西 我真的 我会改 我一定改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乱 我不知道 我会改的 乱了就好了 乱了总比不爱好 是吧 来 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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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好好考虑考虑 人家说要改 来 请关门 一对情侣 因为男生过度注重养生 给女生带来了被禁锢的感觉 所以情感出现了危机 女生刚才说乱 我觉得乱 就说明还有爱 看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快点跑过去 快点 然后把她抱过来 我看你健身成果怎么样 你看 你看 我问问这女生 抱你的时候你开心吗 不开心 说实话 不开心 你这人老口是心非 你真不如你妈那个 开心吧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对待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方法 对待恋人 用对待恋人的方法 别胡来了 尤其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 河来盼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你们俩 感谢思布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思布天使之魅 为你们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 叫做给你想要的美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 成功复合的嘉宾朋友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 请 开始 好 恭喜两位获得了四等奖 1500元的旅游基金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请回 请回